您好,进入公司,请派戴口罩 不好意思,我忘记戴口罩了 再说现在疫情也没这么扬重了 不行,请你们派和 麻烦请出示一下充足证 大哥,我第一天上班,麻烦通融一下 不行,公司规定 没有证就是不能进 我进去给你拿 不行,没有证就是不能入内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进去 持证而进,无证不能进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次要变通啊 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管他是谁 没有证就是不能进 我要让他进去就是我的持组 行,你在这给我等着 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 请便 老陈,你看他给领导打电话去了 他会不会是总公司下来视察的领导呀 我不管他是谁 没有证就是不能进 你真牛啊 来,接电话 喂,经理 你和那人是不是姓李呀 姓李不姓李我不知道 反正是不讲礼貌 你没有得罪人家吧 这个你放心 原则问题不放松 文明他是要讲的吗 他呀,是总公司的立宗 过来视察的 快请人家进去 好的,经理 你请 现在我可以进了 是的 没有证也可以进的吗 是的 接着说了,可以进 你下班之后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好的 老陈,你完蛋了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林总,你找我 进来吧 你明天不用来了 啊 林总 我哪里做错了 身为公司的一名保安 保护每位员工 是我的职责 那又怎样 身为公司的保安 连我是谁 都不打听打听 都不让我进 这就是你的进职 老板,我 出去收拾东西 走人吧 哎 我以后 是不是得叫你禅经理了 你去了总部 可千万别忘了我呀 我知道你一直就看不起我 你就别嘲讽我了 我都快走着人了 哎呀 你就别装了 刚才林总都宣布了 你呀被调去总部当经理了 这 这是真的吗 可我已经让你开除了呀 当然是真的了 老板,你不是让我明天不要来吗 对啊 你明天不用来这个公司了 因为你要跟我去总部报道 老长啊 你为人正直 面对困难还依然坚守自我 你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保安 但你依然在认真地履行你的职责 现在啊 很多公司的保安岗位都如同许设 啥也不干 你这样的 都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 老板 我并没有您说的那么好 他说 我就知道 我是一名保安 又给旅行职责 我就知道 工作要敬业 按照规刀制度去办事 老板 alar不能控制 。。。 口味 小红